大家好,我是老胡 我现在就站在这个我们房车制造厂的客服中心 我们星期五就来到这了 因为星期五从温泉佩克过来的时候呢 导航吧,我们导的一个沙主路 结果到这四点半,他们四点下班了 只好等到今天星期一,星期一上班以后呢 说我们是从安德里省来的,要隔离14天 现在我们旁边还有停了一部车 走了一个,他们也是来修理的 一个是BC省的,一个魁贝克的,他们都隔离14天了 什么事情啊,想象的总是那么美好 但对于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原来列的有十几项要问的问题啊,要解决的问题啊 来这里就想参观一下厂,看看我们的房车是怎么制造的 看看它的布局啊,熟悉一下咱们房车啊 结果来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现在停止参观了 马尼托巴这个省全省才1000多个 因为安德里省的疫情比较严重嘛 专门他们害怕,所以必须隔离14天 这么我们也可以理解 最后在我的房车的办公室里来个接收雨 这些问题都是没想到的啊,想的不周到 而更没想到这个曼省还有这个规定 其他省来的,疫情比较严重的省市 来这里都要隔离14天 我们来这里呢,也是有收获的 还有一些感动 想把我们的收获和感动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这个,虽然城市不大 有好多景点呢,我们以前从来没看过 给大家一起分享过了 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动的是什么呢 星期六有一天我们在房车上 突然呢,有一个人来敲这个房车的门 我们打开一看呢 也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感谢的卡 站到我门口,说这是给我的 我讲,为什么感谢我 那个人就说,因为你买了我们的房车 我问他,那么你是老板吗 他说不是 他说我是这里的长期的员工 让我非常感动 你看一个长期的员工 对待他们的客户 都感激之心,让我很感动 打开了卡以后呢 他不光是一个感谢的卡 被买了一个50块钱的礼品卡 对啊,人家自己发自内心的 非常感谢他,谢谢收看,再见